一行回归个位数,但沙拉月的情势并不乐观 成人同考出现一丝曙光之际 图团党成员大泼冷水直言,只是单方说辞 南海课题先争议,就连外媒也撰文 分析大马这处理态度,中方有何回应呢? 7月18号的白格纳时期,马上带来今天的重点新闻 晚上好,我是景龙,大马一行今天重回个位数 卫生部宣布,截至今天中午12点,五国新增9宗确诊病例 累计8764宗病例,活跃病例则有96宗 新增病例中5宗是本土感染,来自沙拉月 涉及4名大马人和一名外国人士 另外今天有5个人治愈出院,累计出院的人达到了8546人 占总病例的97.51% 另外沙拉月新增一个感染群,也就是Stuton感染群 目前已经针对218人进行检测 其中两个人确诊,162人正在等候着检验的结果 感染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换个焦点 首相慕尤丁今天在购买大马产品运动的开幕礼上 呼吁全民多加购买本地产品 或在旅游、医疗等服务业上积极消费 希望能够借此复苏国家经济 提高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提高人民的收入 他说,冠病疫情下的一丝曙光 就是本地商家已经开始广泛运用数码科技 配合短期经济复苏计划 也就是Penjana 播出的2000万促进购买国产货运动 大马将能够走出这一场经济大封锁 不过前财政部长林冠英就促请政府 率先采取应对措施 并提出了5个建议 包括效仿日本 把原定9月30号结束的延期缓还贷款计划 再延长6个月的时间 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延长工资补贴计划 提高电费折扣 以缓解人民负担 林冠英预言 如果大马爆发新一波的疫情 将会直接击溃我国的经济 加上国家银行日前预估 我国今年的经济成长将萎缩2% 因此他认为经济振兴配套应该加码 另一方面 国民服务计划和国家干训局 被前朝政府取消之后 负责特别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穆哈默里端今天就表示 政府将会推出新计划 来培养国人的爱国情操 部长指出 政府正在敲定计划的架构 探讨是否要强制 或者是从每个机构当中 选出代表来参与 至于计划的纲领 以及谁需要参与仪式 也还没有敲定 他希望本次国会下议院结束之前 提成计划内容 以便能够更早地解答提问 换个焦点 同考承认苏彦是否将迎来希望呢 华总会长吴天玄 昨天就转述 16号和首相穆尤丁的交流结果 指穆尤丁个人是希望 政府最终能够承认同考的 不过早前曾公开反对承认同考的 土团党青年团教育局主任阿斯拉夫 就在今天发文告指出 这只是华总单方面的说辞 穆尤丁并没有直接声明 要全面承认同考 阿斯拉夫还认为 如果细看华总的文告 就能够发现 穆尤丁已经委婉地拒绝承认同考仪式 就像文告当中说到的 首相要求各方理解国内的政策和情况 以及穆尤丁希望能够透过去极端化的理性方式 来处理同考问题 他认为这显示出拒绝的含义 对于土星团的解读 华总副会长陈永明则回应 当天首相确实有谈到 在十多年前他担任教长的时候 就觉得成人同考课题相当的棘手 当时董教总在这方面的立场也很硬 但整个会谈中 首相都秉持开放立场 坦诚交谈 陈永明强调 华总除了传达华社的意见和心愿 当然也会尊重首相的意见和立场 但希望教育归教育才能够找到新的出路 另一方面 2018年总审计司报告披露 中国执法公务船和军用舰船 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 闯进沙拉越和沙巴西海岸海域 总共有89次 让南海主权争议再次的浮上台面 对此中国驻马大使馆发言人堂堂回应 驻马在南海问题上各有立场 在有关海域存在着 主张重叠 但两国一直秉持着 友好精神管控争议 中方期待和马方加强合作 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全面落实南海行为宣言 今天南华早报则引述了 东南亚安全学专家阿布扎的话 解释为何大马对南中国海课题如此沉默 阿布扎说 大马政府正在低调处理中方任何武断的行为 因为政府需要投资 贸易以及官兵上的帮助 另外国际关系与策略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沙里曼也指出 大马的政策是要避免局势升级 因此采取沉默的外交政策 同时掩盖中国船只在南海一世 最后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本期百格大事迹是由太来学院与大学荣誉呈现 TELUS e-Summit 7月25号及26号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 欢迎前来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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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